极黑的楼道 这个女孩仿佛被什么追赶 她迅速跑回家中 没想到家中也不安全 在她惊恐万分时 一只鬼手突然搭上她的肩膀 她吓坏了 连滚带爬的来到屋外 好在灯及时亮了 原来是母亲回到家中 可奇怪的是 母亲并没有看到地上的美香 而是静止的朝前走去 美香跟随母亲的脚步来到一个房间 只见她的照片摆放在屋子中央 母亲正在祭拜 美香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简直不敢相信 而她的身上再次出现诡异的伤口 甚至流出一大片血迹 看着手中的血迹 美香惊恐万分 另一边 社长把一条白色裙子扔给简 说是有人寄来的 裙子正是简买给美香的 社长提到上次演唱会 粉丝互动的事 她拿出平板 打开演唱会当晚的录像给简看 简从视频中发现 当时灯光下的位置竟然是空的 紧接着 社长又拿出昨晚简 带美香去工作室的录像 视频中简居然是一个人在自言自语 简不敢相信所看到的画面 而社长却觉得见识太累了 才会产生幻觉 与此同时 美香母亲请来法师为美香做法 她告诉法师 这段时间她总感觉美香还在家中 法师让她不必担心 有些灵魂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去世 他们会继续过着生前的日子 会有人迎接这些迷失的灵魂 带他们前往死后的时间 原来美香在看演唱会那晚 已经车祸离世 但她并不知道 法师劝母亲放下悲痛 不然美香无法转世投胎 因为和这个世界的连接越强 灵魂越会感到迷惘 而且如果灵魂有未完成的事 有些活人也是可以看见灵魂的 简就是其中之一 她来到美香家中 看望美香母亲 母亲告诉简 美香没办法接受父亲的死亡 也没有去交朋友 简的歌是美香唯一的心灵之主 简在我胃中发现母亲的生日就快到了 原来美香写歌要送的人正是母亲 晚上 简在公园又遇见了美香 此时 美香已经得知全部事实 她悲动完分 拜托简替她完成那首送给母亲的歌曲 因为已经没有时间了 简毫不犹豫的答应 她觉得此生最幸福的事 就是遇见了美香 美香一直是特别的存在 美香终于得到一个执心的朋友 她非常开心 哪怕自己即将被黑袍人带走 随后 两人互相依偎在一起 简再次举办演唱会 并强硬的取消粉丝互动环节 哪怕惹怒摄像也再做不喜 简在台上唱出了那首歌 是美香下给母亲的那首 伴随着优美的歌声 美香身穿白裙 在一旁翩翩起舞 简为美香完成了最后的心愿 而美香也对象了自己的承诺 魏剑跳了一支舞 起风的那日到这就结束了 故事没有太过惊悚 反而十分温馨 把亲情 爱情 也一点淋淋尽致 美香放不下母亲 以至于死后灵魂久久不愿离去 给她带来心灵危机的有效 她也非常喜欢 所以只有简一人可以看到她 美香偶遇见 两人说不定能展开一段 甜蜜温馨的爱恋 可天公不作美 让他们天人勇格 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 不论爱情也好 亲情也罢 因为谁都不知道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好了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灯灯 我们下期见